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27日证实,印度试射一枚反卫星导弹,击落一颗禁地轨道卫星。 在太空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警告, 印度击毁卫星产生的碎片,可能会在太空制造混乱,一方鼓舞,我们的科学家击落300公里外,禁地轨道一颗运行中的卫星。 莫迪在电视讲话中说,印度今天实现前所未有的成就,击身太空强国之列。 他说,这是印度的骄傲时刻,印度政府说,导弹试射旨在保卫印方太空资产年受他国袭击。 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远引政府消息源报道, 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当天11时16分,从印度东部奥利萨邦沿海的前敌普尔综合, 试验场发射一枚本土制造反卫星导弹, 三分钟后击落一颗印方准备淘汰的卫星。 按照印度外交部的说法,这次反卫星武器试验,不会在太空中留下碎片。 残留物将在数周内落入地球大气层的过程中烧毁。 印度投入太空项目多年。 相比西方,印方可提供价格更低廉的地球,成像卫星和卫星发射能力。 印度火星探测器曼加利安号,2013年11月发射升空, 4年9月抵达环绕火星的运行轨道。 印方打算2022年,执行首次载人航天任务。 八方警觉,莫迪说,印方试射反卫星导弹试卫保卫,快速发展的印度, 不针对任何一方,无意制造战争气氛。 在他看来,试射导弹没有违反任何国际公约。 印度一贯反对在太空使用武器。 印度外交部声明,印度无意进入太空军备竞赛, 试射反卫星导弹,已经触发邻国巴基斯坦警觉。 巴基斯坦现有多颗卫星。 巴基斯坦外交部27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太空属于全人类,每个国家都有责任避免从事可能导致太空军事化的活动。 路透社报道, 印度防务研究人员先前多次向政府申请试射反卫星导弹, 但多届政府因担心触发国际批评而予以拒绝。 法新社解读,印度选举在即,成功试射反卫星导弹, 有利于提振莫迪和印度人民党的选情。 印度联邦议会人民院,及下院选举定于4月11日开始。 分七个阶段,5月23日宣布结果。 美方担忧,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27日,视察美军南方司令布什告诉媒体记者。 美方正在评估印度试射反卫星导弹的后果。 我们都生活在太空中。 不要制造混乱。 他说, 鉴于全球越来越依赖太空, 有必要就利用太空制定规则。 美国是第一个掌握摧毁卫星技术的国家。 1959年率先试射反卫星导弹。 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中将戴维涛普森27日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 美方正在跟踪游印方试射导弹, 在太空中产生的270块物体。 国际空间站, 暂时没有受到威胁。 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 告诉众议院拨款委员会。 反卫星导弹试射产生的影响, 可能长期存在。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研究员杰弗里刘易斯说, 反卫星导弹的威胁之一, 是它损坏了目标。 留下一堆致命残片, 威胁其他卫星。 极端情况下, 一次碰撞可能触发另一次碰撞, 形成连锁反应。 它提醒, 导弹试射, 可以尽可能地减少上述风险。 但如果在实战中使用这类导弹, 将对同一高度轨道上的所有卫星, 构成实际威胁。 杜均, 新华社专特岗, 俄军伊斯坎德尔系统的巡航导弹, 禁与弹道导弹远发射车。 刚过去的2018年, 影响世界战略稳定的大势中, 首推美国要退出与俄罗斯缔决多年的中导条约。 因为俄方未能履约, 部署了9M729陆基巡航导弹, 射程处于条约禁止的500至5500公里范围内。 但俄方坚称, 美方是美是找事, 把正常导弹当成条约争端的被割侠, 此为何物? 空天防御网站报道, 9M729由俄罗斯革新加设计局研制, 运输状态下, 但一可折叠集成到弹体内, 极具隐蔽性。 它集成到9K720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 顶替人有的9M728-2500导弹, 可摧毁480公里外的目标。 但美国声称, 9M729看似于9M728雷同, 但射程却是后者的十倍, 达到2000至5000公里, 实为俄海军3M14口径NK舰, 射行巡航导弹的陆军版, 破坏了中导条约。 纽约时报称, 俄罗斯决心破坏中导条约。 其表现就是2017年, 秘密组建两个装备9M729的导弹营。 俄方一开始否认9M729导弹的存在, 后来承认导弹的存在, 但表示射程不到500公里, 没有突破中导条约上线。 相反是美国一直破坏条约。 美国国防部指出, 俄方的做法迫使华盛顿开始研制 抗衡俄方导弹的新武器。 实际上, 俄国防部此前从未正式宣布制造过这种导弹, 至今也没有关于该导弹的官方消息。 国防部所属网站, 只发布过庆祝革新加设计局前总设计师 帕维尔·卡姆涅夫生日的注词, 指出该企业过去分开发此类导弹。 2017年12月, 俄外交部在反驳美方指控时称, 美国人所称的导弹, 也就是代号9M729的陆基巡航导弹, 完全符合条约要求。 它从未在条约禁止的射程内, 进行研制和试验。 其部署也严格按照 我们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进行。 去年12月4日, 北约成员国外长通过一份共同声明, 指出俄罗斯研制, 并部署9M729新式陆基巡航导弹, 违反了中导条约, 对北约构成严重威胁。 12月6日, 普京阐述了俄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 称华盛顿并未提交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的证据。 美国之所以要退约, 是因为该条约规定的限制条件, 束缚了美国对付不受任何限制的第三国的手搅拌了。 12月7日, 针对美国副国务卿汤普森, 有关俄罗斯应放弃或改造9M729导弹的要求。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 俄罗斯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违反中导条约, 一直中实地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 下不砸走, 俄美任何一方退出中导条约, 都有可能引起劣势反应, 导致全世界军备控制体系崩塌。 比如, 如果中导条约真的废纸, 美国可能会考虑是否要延长第三阶段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的问题。 这是美俄在军控方面的最后遗产。 去年11月16日, 美国副国务卿汤普森向记者表示, 在保留中导条约问题上, 我们再继续工作, 我们有一些机会。 如果俄罗斯朋友希望维护条约, 求在他们一边, 但俄地缘政治问题研究院第一副院长康斯坦丁西夫科夫认为, 对9M729来说, 改造只能是提高其射程, 因为目前它的射程不大, 不能保证在远距离之外摧毁地面目标。 但按照官方数据, 它的射程只有480公里, 因此违约的说法不成立, 倒是美国, 却在毗邻俄罗斯帝罗马尼亚和波兰, 部署陆基宙斯顿系统。 该系统中的MK41垂直发射井, 既能安装标准SM3反导拦截弹, 也能装填射程超过2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 没人知道井盖下塞了什么违禁品, 他表示, 除非美国放弃在欧洲部署的MK41, 至少是接受核查。